欢迎来萧生政治,我是奇耀 我人在台湾宜兰这一边度假 刚刚结束一整天的行程 这几天的这个影片呢 一定也发的比较少 还请大家见谅 但是呢,刚刚我就划了一个新闻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请看一下啦 这个新闻呢 就是有一批这个旅客 他们因为乘搭这个Batek Airline 然后呢,这个Batek Airline搞了一个大乌龙 导致他们呢 延迟6个小时才飞往目的地 中途呢,在必不得已的状况下 在机长路路的状况下呢 报章是写说呢 他们就是忘记了贝格的行动 集体就跑去这个汉堡王 Burger King这边消费 什么意思 就是汉堡王是这一个 美国的这个品牌嘛 照理讲,假设他们是贝格麦当劳 那汉堡王其实也应该在贝格名单里面 但是呢,就是饿到受不了 所以呢,他们到最后忘记贝格行动 我不得不讲呢 这个报章感觉是有一点点小笛大作 OK,就是他们只是去吃个汉堡王 他们未必也是一直以来这个贝格的这个热衷支持者 但是报章这样子写 只是呢,我想从这一个事件当中呢 去扩大到另一个层面 我知道大家有一句话你们一定听过的 叫做一时足而知荣卢 其实按照这个报章的讲法 就是这群人,饿到一个程度呢 其实这个荣卢啊 就是有关系到尊严 有关系到大义这样事情呢 那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放一旁 假设他们真的是呢 一群贝格热衷支持者 那确实饿到一个份上呢 其实什么样的东西放进嘴里都是香的 也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食物啦 但是今天想和大家聊的另一个词 其实它的处处是一样的 这句话一时足而知荣卢 其实出自于管子这一本书 管子呢 它其实是为这个管中所写的 一个治国天才所写的 但是它并不是管中所写的 是后人帮管中理出他一套治国理念过后 记载的一本书 其实在这个一时足而知荣卢 还有前一句的 叫做 苍领时则知礼节 OK 如果讲一时足而知荣卢 是个人层面的话 那我觉得这前一句呢 更像是一个国家层面 什么意思是仓领时则知礼节 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仓库 这个国仓要足够的时候呢 这个国才比较能够去谈礼节的 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一样的东西 套到来马来西亚是相似的 马来西亚在什么时候 可以更多程度的去参与 所谓的杯格行动 就是看这个国家的米仓 够还是不够 近期我看到呢 安华又宣布了另一项 这个杯格这个措施 这个以色列的船呢 并不能停泊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 对吗 因为呢 要抵抗他们在于这个 巴勒斯坦这边的这一个 他们的暴行等等的 当然这样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程度是进一步 但是没有到 非常非常高 不过 我觉得评断说 到底我们应不应该继续延展 我们对于以色列 还是甚至是对于美国 西方社会的种种的 这一些制裁行动 最好的一个指标 就是看你的米仓 够不够米 近期来讲 马来西亚的经济 其实没有到很好 甚至令吉一直在扁 然后呢 近期来讲 我们有很多的政策 其实也是有短痛的 真正实行下来 像是针对性的自己津贴 短期内其实是看不到什么成果的 甚至是近期 就算是招商淫资 拿进了很多投资签 很多MOU 这个东西也要等到几年后 才可能会发酵 也意思是讲了 现在可能我们的米库 有很多的这个订单 但是这些货 都没有真正的送进来 那这是我们谈礼节 谈荣辱的那个时候 我意思是讲 并不是讲 我们就要不知羞耻的 反而是忘记了 我们作为一个 穆斯林国的身份 No 其实当然是可以的 作为我们这个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一定要去声援巴勒斯坦 一定要去抵制以色列 这完全明白 但是程度要做到多少 程度才是重点 会不会因为 做到太多这些事情 导致其实西方社会 认知到马来西亚 是一个有风险的投资国 一旦呢 只要发生一些东瓜豆腐 以色列又跟 这个巴勒斯坦 开始有一些冲突 马来西亚就会抵制 更多美国的产品 会不会导致 更多的这些外国的企业 不敢来这边投资呢 这是觉得深思的一点 OK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两样事情 只是想希望大家提醒 我认为呢 这一个到底要不要抵制这张事情 到底理不理智 应不应该 其实不用去谈到什么历史 长河 什么事情的 你只要看一个事情就好 就是看这个国家的米库 够不够 够的话呢 其实你要做什么东西 坦白讲都有蛮多 你可以很有理想啦 你可以有非常大的这个愿景 你可以很有义气 但是呢 米库的话呢 麻烦 先把它填满 因为 陈如我讲的 苍领持 则之礼皆 衣食足 而之融入 OK 收到这期跟大家来到这边 我们下一期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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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